運輸機飛過 英國皇家散兵 一個接一個從天而降 重新演繹 扭轉二戰戰局的 諾曼蒂跳傘登陸 諾曼蒂登陸80周年 法國找來英美同盟國老兵 參加紀念活動 見到當年同袍 老兵們情緒激動 晚間也在墓碑點燈 挨到二戰陣亡教室 紀念二戰 卻因為當今二無戰爭 有了滿滿政治位 美國總統拜登 親自前往法國參加 還將和烏克蘭總統 澤文斯基在諾曼蒂會面 不只討論西方軍員 打擊俄羅斯本土 也預計呼籲歐洲國家 把凍結的俄羅斯資產 挪給烏克蘭 拜登和澤倫斯基 下週還會在意大利 G7峰會碰面 美無領袖密集見面 二戰同盟紀念活動 又不搖俄羅斯 普京放話威脅 老調重彈搬出核武牌 普京的威脅 西方國家越來越不當一回事 TVBS新聞綜合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